哀哩啪啦连环枪响全都要瞄准不断从基础上空飞坐的无人机 俄罗斯出动的这种无人机远远的用肉眼根本看不清楚 因此乌克兰警方只能大概抓个方向往空中扫射 果然还只有漏网之余 下一秒这个地点就传来巨响 俄罗斯总统普钦上礼拜才宣称无意再对乌克兰大规模攻击 最后证明又在说谎 而原本相对平静的基辅一期间又沦为战场 所有人一脸惊恐找地方避难 但这间公寓就没这么幸运直接被炸烂 没有住户死亡 这位民众同步感受爆炸威力 原本只是探头查看却目睹大楼右方突然爆炸冒烟 基辅市长气急败坏 痛批普京就是想让乌克兰人痛苦 攻击当天还有很多外送员也被吓到心情难以平复 CNN直击远处的火车站不断冒烟 由于当天基辅警报声不断 记者甚至得中段采访躲去避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俄罗斯大举出动的就是伊朗买来的神风自杀无人机 当中包含见证者E36系列 先前伊朗就曾高调曝光这类无人机 而以见证者E36系列来说 长度约3.5公尺 可细带约40公斤的炸药 和传统巡翼飞弹约480公斤弹头相比 可说非常轻巧 另外无人机的三角翼宽2.5公尺 最高时速185公里 重点每台只要价约2万美元 和动辄百万的巡翼飞弹相比 确实CP值很高 另外乌克兰尽管有斯洛伐克提供的S-300 和挪威提供的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却可能拦住无人机 因此美国早有议员敦促要提供乌克兰 称为C-RAM的陆基密集证系统 这款由雷神公司研发的系统 本来就设计拦截次因素飞弹 也能有效对付慢速无人机 不过对于自家无人机现身乌克兰 伊朗将责任撇得一干而尽 近几年化身中东无人机大国的伊朗 还曾在8月时高调举行无人机军演大手军令 多种用于战斗 侦查 轰炸 以及自杀式的无人机将参加到演习当中 美国则是早掌握俄罗斯向伊朗买无人机 如今罪证确凿在警告会对参与者通通祭出制裁 专家认为虽然俄罗斯靠无人机让基辅再度恐慌 却也证明了普京陷入绝望 因为堂堂监视大国如今却落得要靠伊朗帮忙 才能有新一波攻势 TV新闻 综合不导